大师五年后再见唐三 唐三以示封号斗罗 小三 你真的有把握吗 老师 只要不是比比东和那位绝世斗罗千道流一起来到战场 我就有把握抵挡住那两万名五魂帝国的魂事 有一件事 弟子还没有来得及告诉你 我是从浩天宗过来的 浩天宗已经决定重回大陆 自然要加入天斗帝国这边 说实话 这次帝国清理出动 后方难免有些空虚 我修书让闽唐弟子送去浩天宗 告诉大伯 留下五位封号斗罗 带领多数宗门子弟镇守天斗城 然后派遣两名封号斗罗 带领一百名宗门精锐前来支援 我父亲可能就是这两人之一 有了这股力量加入 无疑会缩小我奉魂圣以上闻尸 与五魂帝国的差距 而且 我也并没有夸大实施 我们使来个奇怪 确实相当于七名封号斗罗 小三你要记住 有毁灭五魂帝国相比 老师更不希望你发生任何危险 没错 容浪的魂力达到了八十几 成为了七宝刘弟子最强的 辅助系魂师 也可以说是天下第一辅助系魂师 他在的话 确实可以让你们进入封号斗罗境界 但是你他一人之力 不及你们六个人 毕竟不能长久 与真正的封号斗罗相比 你们还是有差距的 这一点你要切切牢记 战场不是斗赛 一个闪尸就有性命之余 你们的生命才是最重要的 老师 其实我 正当唐三准备告诉大师 他已经真正成为封号斗罗的时候 话被打断了 小怪物 哈哈哈哈 你这小家伙终于回来了 老怪物 你还是老样子呀 我年轻人为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